大家好,今天的视频呢是我的新系列的视频 它的名字呢叫做Ginme Studio 在这个视频呢我会记录和展示给大家我是怎么样做好一件衣服 所以呢这期视频就是第一集 其实我策划这个视频系列已经很久很久了 大概是从去年的十一二月份吧 因为我的一些实习啊学习啊工作啊一些事情 搞的就是总是有一些事情突然打断了这个视频的进程 所以就一直拖到了现在 我已经下定决心要认认真真拍这个系列 对,因为这也是我喜欢做的事情嘛 如果你们是新关注我的话呢 可能不知道 我大学学的专业是时尚设计和戏服设计 但是呢因为我在学这个之前 我没有任何的制作衣服的基础 我没有学过怎么用缝纫器 也没有学过任何关于衣服的东西 相当于我只有两年的时间学习这个 时尚设计 就是说喜欢也很希望看到我做衣服的视频 然后我觉得呢通过这一些视频 我应该也会 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好好的提炼一下自己的技术 也学到更多的东西 对,说了很多废话 这一期呢我制作的是一件女子大衣 当初最开始是计划这个是在冬天放出来嘛 所以做的也是冬季相关的衣服 但是现在虽然已经三月份了 不过天气还不算特别热 大家就将就的看一下 希望我能尽快出一些春季的衣服 我当时想做这个女子大衣呢 也是因为我自己呢没有一件这样比较 是比较宽松一点 穿起来又比较轻薄一点的这种女子的 其实像我自己 一时脑子里就会有很多的想法呀 灵感 所以并不是说像完成任务一样的做这件衣服 我设计的过程中 我没有说太花心思说怎么样设计这个 我就是纯粹的把我之前看到的一些喜欢的款式呀 然后面料什么什么 就是综合起了 大家平时就是感觉没有什么灵感的话呢 我推荐大家可以用一个网站叫做Pinterest 这是我平时会很常用的一个网站 就是任何东西我都会在上面找到灵感 所以呢我一开始先是还是上到这个网站来看一看 更加确定一下我到底是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大衣 然后灵感了之后呢 就是接下来就是选布料 在洛杉矶的市中心呢 有个叫Fashion District的地方 它就是几条街这样一块区域 然后街上全部都是卖那种布料啊 呃做衣服用的针线啊 花边啊扣子啊 拉链啊这些各种各样的东西 就是特别的齐全 然后价格也相对比较便宜 就有点类似于国内这种批发市场这种地方 接下来就插入我购买布料时的画面 我现在在这家店 然后我想要找的布 它总而没有我想要这么多 呃对 所以我现在有一点迷茫 这个section它都是这种 是我需要的布料 但是它没有我想要的颜色 我想要一个非常 呃就是中间的一个中心 当然这边还有设计师品牌的布料 就是它们不用的 所以这种都是独一无二的 我不知道我想要这个蓝色 我觉得有点太多了 我现在出来了 然后我整个去周边的一些小店 看一下有没有我需要的 其实我一开始是想选用一个镜面的 鸵色的这样一个布料 我不知道是不是洛杉矶四季如春的原因 就是这边卖这种厚的布料特别少 所以我的选择呢就变得很少 加上有一些布料很厚的 它卖的特别的贵 我买下来需要花到一两千人民币这样 那我这个价格都可以直接去买到一个质量 非常不错的大衣了 所以我就觉得 那我何必还要去做这个衣服 所以我就想还是要找相对便宜一些的布料 然后最后呢我逛了好几家店 然后终于找到这个深棕色的格子的布料 它主色调是这种巧克力色 然后上面有挑出一点点的蓝色 还觉得挺漂亮的这个配色 但是这个布料有一点不好的就是我当时觉得它有点太薄了 因为我很想做出这种就是感觉看起来比较硬挺挺 所以我很怕就是到时候用这个布料做不出我想要的效果 确实因为它的价格太吸引人了 好像是 我这边因为时刻太小我有点忘记的多少钱 但是好像是6块钱一yard 一个yard跟一米大概差不多的长度 所以相当于我是买了4个yard 就相当于花了24刀 然后人民币就相当于是大概200块钱左右 其实我这个布料最终没有用完 所以一开始其实可以买少一点的 我因为害怕会有出一些差错 然后需要更多的话就不够嘛 所以一般我买布的话还是会稍微多买一点点 当然了上下的布料还可以用来做其他东西 所以也不着浪费 然后呢我还需要选另一款布料来做它的lining 就是中文好像叫什么来着 衬布 对反正就是一般厚一点的大衣啊夹克里面 它都会发现它有一个光滑的布料 它主要是有两个目的 一个是它让你的衣服呢打开 里面不会有太多的线头啊什么的 就是它是整个衣服是clean finish 就是你不会看到任何的缝纫的痕迹啊 线头啊什么的 另一个目的呢就是因为它是一般是会选用这种 比较光滑的 这样子你在冬天里面穿的比较厚 比如说像我这样穿一个毛衣 再穿这个大衣的话 你的手就不会就是感觉摩擦力特别大 穿起来比较舒服 然后它的身上也不会看起来不浮梯 然后我自己做嘛 我还是想要它看起来就是稍微好一点 所以我就去找到了一款这个黑白剥点的布料 然后呢首先它摸起来的质感就没有那种特别便宜的那种布料 看上去那么像塑料一样的 它还是挺有垂直感的一个布料 然后再一个呢是我很喜欢它的图案 我想要就是你衣服脱下来的时候会让你眼前一亮一些有趣的细节在里面 所以我才选择这个剥点的布料 虽然它们两个都是有图案的 一个是格子一个是剥点嘛 那放在一起看并不是说特别的粗 反而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 然后这块布呢并不是在这个fashion district买的 后来我回到我们学校 然后我们学校有一个讲究基金店 然后它里面也会卖一些布料 然后这块布也特别便宜 就是两块钱一个yard 现在我也是买了四个yard 就相当于只花了八刀 再加上一些我用的线呀 扣子呀这些的 整个成本呢加起来是300人民帝左右 接下来呢就是真正的开始制作这个衣服 在这个方面呢其实我稍微偷了一些懒 因为一个是我这个衣服并不是说要拿去生产 所以打板它的重要性没有那么的强 再一个呢就是我想要节省一些时间 因为打板需要花的时间特别特别的 选用了一个偷懒的方法 就是我拿了一件我自己的风衣 我稍微的测量了一下它比较重要的一些尺寸 再把它描到了Muslim布上面 简单来说就是相当于草膏纸 但是是布就是你可以缝起来它 然后上面做修改啊什么的 然后最终再用好的布来做 这样就不会浪费 然后正好我这个风衣呢它是有一个这个吊肩的设计 正好就是我可以取它这个肩膀 从领子到这个肩线的这个距 它的基础上加了袖子 然后袖子呢因为我也想要特别普通就是比较宽松的大的 然后整个版型呢我希望它是比较直筒 然后宽松一点 然后呢我是希望呢最后会做一个腰带 如果我想系腰带就可以系腰带 不想系腰带可以不系腰带 所以我打好板了之后呢 我就快速的把它们都剪下来 缝了一个样本出来 基本上没有什么我需要调整的地方 我实际上就是根据我的风衣来制作的这个版型 所以相当于会节约很多很多的时间 其实小小需要修改的地方呢 我把它修改好了之后 我就把它转移到了 我真正要做这个大衣的布料上 用大头针把这个布料憋在上面 然后就以这个以一个图纸 把它们一块块全部剪了出来 我并不想就是特别详细的教大家去怎么做这件衣服 因为首先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基础的人的话 你想通过我的视频来学怎么做衣服 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首先大衣它比起一些春天夏天的单衣服 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 我其实也是自己第一次做大衣 我之前也只做过西装外套这些 对于我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挑战 做衣服有很多很多细节的地方 是一个视频根本讲不完的 所以我只是想通过这个视频 大致让大家了解一下做衣服的一个过程 然后接下来就是缝制了 其实缝这一块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 每一种布料的弹力啊光滑程度都是不一样的 缝制每一种布料的时候都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小技巧在里面 因为这个布料比我想象中要弹很多 准备缝它的时候两个是对齐的 可是当我缝完上面一个就会比下面一个变长一点 就是因为上面它在缝的时候 因为它机器的压迫 把这个布就是给拉伸了 有更好的选择的话 尽量去选择那些弹力较小一点的布 把外面和里面一层都分别缝好了之后呢 就是把它们两个缝合的过程了 总的来说没有出太多的错 有一些些小细节 你会觉得它有些地方不太平整啊什么的 其实就是因为布料 就是它的弹力太大而造成 扣子呢我是就是用手缝上去的 然后基本上都缝好了之后呢 就是缝扣眼 因为我的缝纫机它是上面可以有缝扣眼的功能的 不过这也是我第一次使用这个功能 所以还是蛮有意思的 就是你在布上面先大概标记好 你哪里要放扣子和扣眼 然后缝完之后你再把这个扣眼 用这个开线的这个小刀把它给打开 这样一个扣眼就完成了 然后做好了之后呢 我就最后再做了一条腰带 这个腰带也是特别简单 就是像一个布条 然后把它们两个缝在一起这样子 然后再把袖子的口啊和衣服的尾收一收 然后这件衣服就基本上做好了 它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的难 可能是因为我的版型没有做的特别的复杂 让我没有想到的一个难点 就是这个布实在是太弹力了 所以有好多地方缝好了之后 穿在身上就是有一点 并不是很平整的那种感觉 然后烫都烫不好 当初呢如果我要是买更贵一点的布料 可能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我本身还想给这个衣服做一个口 做两个口袋在外面 但是我也因为太懒了 我实在是就是没有耐心在做这件衣服 所以呢就先放在衣边 可能过段时间我再把口袋加上去 这个project不算特别成功 如果你让我花300块钱去买一件这样的大衣 我可能都不会去买 因为实在它有一些地方 我觉得做的不是特别好 然后质量看起来就是不算特别好 但是呢起码它是一件可以穿的衣服 就在这方面来说是成功的 但是就是以我自己的标准来看 我觉得它还是不算特别成功的一件衣服 但是呢毕竟这是我的第一期视频嘛 然后我以前做衣服的经验又不是特别丰富 所以我觉得我能做成这个样子 我已经特别满意了 我也希望这系列视频 是我一个成长的过程 所以我不会说太在意这个东西 然后确实我从这个制作这件大衣中呢 我也学到了特别多 快现在已经春天了嘛 所以我就可以希望可以多做一些小裙子呀 然后春天比较薄一些的衣服呀什么的 大家如果有什么特别想让我做的呢 也可以在评论区说 那谢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你们喜欢这个视频就是不说学到了什么 但是起码是一个享受的观影过程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